《综艺透明》 大家好 我是友诚 我就是效果最便宜的艺人 我终于站上这个舞台了 脱口秀大会我参加了三年的海选 一集正片都没上 我今年终于登上这个舞台 也不是我进步了 就是今年他们把这个海选播出来了 谁都能上 节目组跟我的人设叫什么综艺透明人 就是说我参加过很多节目 但没有人记得我 那我就跟大家数一数 我选秀的经历 我第一次参加选秀是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选那个迎新晚会的主持人 我们学院就十个男生 老师排除了那些高矮胖瘦 就甚至我跟一个福建大哥 那结果就很明显了 老师跟那个福建大哥说 说你主持有口音呢 大哥肯定不服嘛 说老师赵小诚也有口音 我说我没有口音 老师也说对 他没有口音 我就当上了主持人 这真的不是黑幕 你要两个有相同口音的人碰到一起 就会觉得我们没有口音呢 我把这个现象称之为 口音笑笑乐现象 然后我第二次参加选秀节目是什么时候 是18年我参加了一个节目叫故事王 然后既然有人看过 那你们记得我吗 记得我吗 哇 总共全部的观众都来了 好感动 好感动 那个节目获得了季军 然后我妈很开心 我妈就甚至把我当时领奖那个截图 视频截图贴到我家客厅的中间 直接取代了我家十字秀的位置 后来我妈想了想 直接把我那个领奖的截图 秀成了十字秀 就贴在客厅的中间 后来人就炫耀 我说你看我儿子参加了个节目 叫故事会呀 拿了个奖叫故事大王啊 我解释嘛 我说不是故事会 再说我也不是大王 后来我妈就安慰我 说儿子 虽然你在节目里面不是大王 但是你在咱家里 你就是咱家的故事大王 我听完以后就醍醐灌顶 你知道吗 就突然洞悉了一个道理 就只要这个范围足够精准 人人都是大王 就比如说那边什么脱口秀大王 磅礴对不对 黑龙江省 嫩江县 新岳家园 武丹园 四号楼 三零一 一阳千玺 只要范围足够精确 我就是我们小区的脱口秀天王 脱口秀王中王 我今天为什么找李雪芹PK 就是刚才雪芹也介绍了 说是想他找了人拍什么 就是那种短视频节目 叫什么《一日情侣》 我俩现在站在那儿 就感觉参加《非诚勿扰》一样 《一日情侣》 《一日情侣》 然后他第一期选的那个嘉宾 是一个idol 叫慕子杨 怎么谁都认识 因为我 就叫慕子杨 然后第二期就说找我 我当时不知道片酬这个事 我还恬不知耻地问人家 我说你怎么选我呢 第一期找idol 第二期找我了 他说 因为我们那个第一期 走向偶像路线 第二期呢 想走乡村爱情风格 我当时特别难受 我说乡村爱情 你怎么不找刘能赵四啊 他还给我解释 因为那个二位 确实没有档期啊 我说我刚才就是个语气词 你其实没有必要回答的 好吗 没有必要回答 但我知道我也不红嘛 我就必须蹭一蹭热度 就还是要跟他聊嘛 我说你有什么需求 他说我 听说我是拍vlog的 我说到底谁乡村 我那叫vlog 拍vlog 他说你是不是有自己有设备 我说自己有一个设备 他说那这样 你可以带着设备来吗 我说可以啊 他说你如果你带一个设备的话 这样咱们就有两个集位了 摄影师拍李雪芹 你拍你自己 今天呢我就把我设备带来了 就模仿一下李雪芹 拍下他的代表作 李雪芹你好 我是赵友诚 你看咱俩 多宝配 我设备是赵友诚 谢谢 你们好我是王涛 其实我女朋友叫王涛 她最近在减肥嘛 我还挺害怕她减肥的 我觉得女孩减肥 只会折磨她自己的肉体 但会蹂躏男朋友的内心呢 我最害怕她说的一句话就是 今晚肯定不吃了 就这里边也没有个主语啊 我感觉从她宣布减肥开始 在家吃晚饭这件事就不合法了 我吃点东西不封给她她就生气 封给她她就吃完了再跟你生气 为了不让她生气 我得天天晚上陪她吃减脂餐 我个一百出头的人吃减脂餐 她减肥一段时间下来自己没瘦几斤 我瘦脱象了 有一次她坚持了半年 我坐地铁都硌屁股了 而且那个减脂餐也太难吃了 我吃过一个最难吃的减脂餐 叫杰森面包 你们吃过吗 不要吃啊 干吃小麦都比它好吃 给我搭配一些什么玉米生菜 还有一小条少得可怜的鸡胸肉 你们看这盘东西不觉得奇怪吗 就我们为什么 要把鸡的食物跟鸡摆在一起 你想吃鸡没问题 好歹等它把饭吃完呢 我天天吃这个鸡饰料啊 不到六点就给你饿行了 起来我啥也不想干 我就想打个名 她捡到后来减脂餐都不点了 开始自己研究做饭 主要我俩也不会做呀 不上网查一下 我俩连煤气罩都打不开啊 有时候站在厨房里我都恍惚了 我感觉这哪是我们两个人在做饭呢 这不就是百度在做饭吗 做完饭我一看那个搜索记录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没有锅盖怎么煲汤 猪肉炖粉条可不可以放牛肉 问到最后算法都觉得没有问题了 给我俩推荐一些相关链接啊 警惕这几种食物一起煮会中毒 我们俩做饭最难的一点就是跟上那个教学视频呢 经常是我在这边还没把鸡蛋炒至蓬松呢 他已经捞出去备用了 你很难follow他 exactly啊 那个视频下面评论全是我这种选手 问老师啥是炒至金黄啊 我这都黑了半天了啥时候变黄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我说他怎么能捞出去备用呢 怎么我这玩全沾锅上了 我们俩做完饭味道放在旁边咱都不提 锅害能不能要都得随机应变 我涛哥AKA不沾锅终结者 一个拿不沾锅能给你做出锅添着女人 那个糖醋小排给你做的 都拔湿了 下锅之前十块小排 一顿操作之后 给我端上了一块肋骨 他这个人越不会做饭做起饭来 还越自信呢 之前我妈从东北给我寄了一根雪肠过来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她都没见过 怎么敢去动手的呢 我家来一个朋友之后 她非要露一手 打开冰箱特别笃定的跟我说 你一会去菜市场给我买个乌龟回来 我今天我给你们整个雪肠龟 我太喜欢讲这种东西了 一旦不喜欢我也得讲 但这个雪肠放到锅里面 马上就出现问题了 我涛哥判断一个食物熟没熟的方式 就是尝一口 但是雪肠的构造是 小肠里面包着猪血 每一首熟之前都是液体 我是一把没拦住 她抄起菜刀 上去给雪肠扎了个眼 那根雪肠瞬间变成一把水枪 照着我脸一顿秃秃 我没想过我能被一根雪肠打得我睁不开眼睛 我拔嘴就往厨房外面跑 我朋友看着我跑出来都惊了 她说你俩做个菜怎么炒成这样啊 还没等我解释呢 我涛哥浑身是血 拎着把菜刀就出来了 我朋友看到这个场景是想跑啊 他跟我说 我刚才你俩秀恩发的那条哥哥杀我 不是要当我面杀吧 我真没自信劝我朋友留下来吃饭了 还好我嚼了两粒我的一达无糖口香糖 自信谁嚼谁到 他说不然你也给我嚼两粒你的一达压压惊吧 不然我也没法相信雪肠龟它是道菜呀 但是说实话 我到现在都觉得做饭好不好吃不重要 一日三餐最重要的其实是中间的两个人 谢谢王涛我是邱瑞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宁静 我上来呢,确实想鼓励一下即将上场的选手们 我感觉这要被鼓励的人是我 那么刚才呢,李大爷说了 上位去的选手呢,就是上一次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 也就是优胜组,所以祝你们更上一层楼 那下位去的选手呢,就是之前的这个待定组了 那我也祝你们不要沦落成他们这样 那比赛呢,确实是特别的辛苦 你像我参加浪节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去的时候都跟我说 静姐,你可别太把这事儿太当回事了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还我说,那等一下等一下 那个姐就是来拿第一的 谁比赛拿第二啊 再说了各位,你说去年脱口学我亚军 现在在哪呢 你看我之前上那节目就是啊 去之前呢也是 当服务员给顾客抄菜 是不是觉得特简单 可是你去了就知道了 这桌客人说 静姐,这菜太咸了 这桌客人说 静姐,这菜有点淡呢 我,那 那我就是一服务员呀 那这个顾客的这个需求就应该被得到满足啊 于是我就 你俩换个座 其实艺人呢就是个职业 可是网上呢就总有人说我 说你演员 你一天到晚的你不演戏 啊 走上什么综艺啊 下折腾什么呢 节厅就不高兴了呀 你知道吗 气得我呀 家乡话都快说出来了 关你的事情嘛 金鸡酱 白花酱 我都拿过哦 你还要找我证明自家嘛 总不能像脱口秀大王那样呗 就是都拿了大王了 还要每年定时跑到这个地方来证明自己能行 前年不行 今年行 今年 好像继续又不行了 就是忙活小半辈子 就一直证明自己 实行 实不行 听起来只有我 这个可以给的 其实呀 我还挺喜欢这个地方的脱口秀演员的啊 就是那小眼镜和勇志啊 他说他没谈过恋爱 我当时就震惊了 哎 我说 您怎么忍住的 他说 我没忍啊 是他们太能忍了 我说 嘿 恋爱这件事情 得有自信呢 你看姐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他说了 你长得多帅啊 打着灯笼的 找不着的小眼睛 你必须得谈恋爱 要不然就向你前辈学习一下 是不是 得勇敢 勇于实践 要亲自恋爱 亲自结婚 亲自离婚 是吧 程鲁 那说回到事业上啊 那姐是超 超超超自信的 我觉得吧 一个女艺人 最重要的 绝对不是容貌 是自信 你看姐 今年都快五十了哈 确实笑起来跟过去比吧 更漂亮了 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一种 旁人无人 肆无忌惮的境界 皱纹 有皱纹的地方 那表示 微笑曾在那里待过 所以啊 你们得努力了 待会儿你们越好笑 姐姐就越好看 快说回来了啊 在我们演艺圈吧 我最大的感悟就是 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 有一天观众都有可能会把你给搞忘记了 所以嘛 我们要珍惜这个舞台 珍惜观众赠予我们的荣光 那接下来这个舞台就是你们了 那我就不在这里占用太久 我要到那边去给你们拍灯了 你说当姐姐多不容易啊 不光要提供荣光 还得提供灯光 谢谢大家 我是掌心有光的宁静 谢谢 宁静 太难了 是你们 很开心来到脱口秀大会啊 我是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 和你们一样啊 这个节目每期我都看 确实呢 没有能牵的人 我为什么会来这呢 因为我是个特别幸运的人 吉祥物体质 所以来这呢 其实不是为了搞笑 也不是为了牵人 主要呢 是为了给你们公司冲冲洗 不知道这个 如果我来了以后 你们公司运气还不能好转 但总 你就得派个人娶我 我跟罗老师也认识 他听说我要卖大马女装呢 就主动关怀我说 要给我当大马男装的模特 我就说行啊 反正我也不卖大马男装 直播确实是不简单的一个事啊 我前阵子直播了一下 因为那个我领口开太大 就被 就被提示说 主播着装不规范 有些人就揣称我说 是不是要靠这个领口 领口大伯出位啊 我是真的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因为我所有的衣服领口都大 领口小了 头头进去 今天的主题呢 是不就是钱吗 我其实是一个从小 非常有经济头脑的人 要不然也不能当经济人 上大学的时候 我爸妈给了我18万 让我去留学 那个我没去 我就买了个房 对 结果很容易猜吧 三年之后 我就把它卖了 拿了50万给我妈 然后呢 我妈又给了我18万 说要不然你再去留一次 我是真的很爱花钱 但是我从不花冤枉钱 比如说这个热搜 我就是从来没买过 你说有那钱 我买点啥不好呢 比如我可以买两件 挡胸口的假领子 我呢 或者干脆买个斗篷 是不是 我自己要做大马女装呢 其实还是为了自己 因为我 就有点难买到合适的衣服 有时候去逛商场 说试一下 售货员呢 就会用那种 很看不起你的口气 跟你说 抱歉 没有你的好 心里就是 真的很不爽 我就会想说 再这样的态度 老娘就把你这个店买下来 然后跟你说 抱歉 没有你的店了 因为我做了14年的经纪人嘛 要处理特别多的突发事件 所以常年处于一个高压状态下 那怎么解压呢 其实我就是靠买东西 一出事我就买东西 一出事我就买东西 我心中有一个等级 不同的事情呢 就靠买不同价值的东西缓解 比如说有的艺人分手了 我就买个包 这个 有的艺人出轨了 我就买个钻石 还有的艺人跟我解约了 我就买个房子 最近又听说呢 有的艺人要生孩子了 这么大的事 还能买点啥呢 那就只能买点蓝河棉羊奶 送给他们当礼物 蓝河棉羊奶 选羊乳配方 好 羊奶选蓝河 你看我顺手帮你们节目组 把奶粉钱也挣了 你看我赚钱啊 就是赚这种顺手钱 虽然呢我是赚了不少钱 但是其实我没有把赚钱 当作过人生的目标 我觉得钱其实是一个工具 帮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因为人活着呢 是要为了自由和快乐的 本来做经纪人这么累呢 我就不想做了 说改去做直播吧 但是一改 又被提示领口太大 搞得我头都大了 我头一大 领口又得更大 我自己呢 因为一直是个很张扬的人 但经纪人这个工作呢 其实是需要藏在幕后的 所以我现在好了 我不做经纪人了 就充分地自由了 所以可以做任何 我想做的事情 比如呢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在一个舞台上劈叉 但是过去 过去 我一直没有这个舞台 今天呢 我觉得简日不壮日 我在这里 给大家 劈个叉 真的不起啊 大家好 我是沈默豆豆 却还是那么天真的 杨天真 我确实是单身 单身对创作有影响吗 我觉得没有影响 李旦说 我结了婚就能够写 曾环传 你是欺负我 没有结过婚 就没有经验是吧 结了婚哪还有什么 曾环传 米岳传 结了婚不就只剩下 围着家务团团传 所以说米岳传吧 米岳传是一部 关于女性成长的故事 米岳一生中 遇到了三位男性 温柔体贴的黄歇 唯我独尊的秦王 再到狂野奔放的义渠君 但最后她没有选择 成为任何一个人的妻子 只是安稳地 做她的大秦宣太后 毕竟小女孩才做选择 大女主全都不要 作是因为从小就喜欢武侠小说 但武侠小说女性角色都很单薄 对于男主角的作用 要么是辅助 要么是耽误 拥有自己门派的 只有灭绝师太 如果让我写 我就让灭绝师太当主角 负责打打杀杀 建功立业 武功高强 一心直靶而眉 做大做强 对于众多男性大侠 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无论男人如何史长烂打 最后都只能三心欲绝 因为真的打不过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这个年龄的单身女性 我特别关注女性 不仅关注女性的职场 也关注她们的婚姻和生育 因为旁观者轻嘛 比如我曾经建议延长男性的 代薪赔产假 你们没听错 的确是男性 那你们肯定要问我 你到底像着谁 其实这还是为女性争取权益 女性犯产假 本来就是属于关怀的目的 却造成了职场中的性别歧视 我建议延长男性赔产假 也是为了减少这种歧视 发出来以后呢 我得到了男女双方的支持 虽然大家关注的重点不一样 女性看到了赔产 男性看到了放假 男性朋友支持我 我很开心 但我还是想提醒男士们 那是产假 不是暑假 照顾婴儿的时候 人会特别地想上班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上班而已嘛 又不一定要干活 而我们进一步也发现 男性现在15天的赔产假 根本不够 假期一开始 一些新手爸爸非常欢乐 于是决定王华手机 冷静冷静 等完了14天半的游戏 终于冷静了 接受现实 开始帮忙带孩子 孩子妈妈哭笑不得 闹了半天 她就带了半天啊 你也不错 我真是 一会儿私下聊 演出 我真是 太烦了 今天开心吗大家 开心 我看现在还有很多男观众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最近真的很烦 我想辞职 我不想干 因为我觉得人工作 就是为了赚钱 我太有钱了 我真的 你们看我微博就知道 我微博全是广告 我朋友问我说 你说每天发的都是啥 我说是我通往自由的道路 我现在真的 我说脱口秀 就是为了顺便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说广告 我现在说段脱口秀 你们没有广告 我都难受 你说脱口秀 没有广告 对我来说 就好像睡觉没有床 唱歌没有调 吃安慕西 高端宁落行 少吃酸奶 没有少一样 让人难受 安慕西少吃酸奶 他看起来 只是一杯高端酸奶 他能立马变成 一只高脚杯 到时候后期 帮我放两张图 给客户解释一下 这种创意 一口吃下去 那种满满的仪式感 别提得得劲了 少吃酸奶 报效也没关系 这已经不是 脱口秀大会了 已经没有人能淘汰我了 就你们已经能感觉到了吗 我已经出卖灵魂了 现在我每天干的工作 都特别荒谬 我就往镜头前一坐 让一个镜头对着 我就说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 就是做自己 不管别人说什么 都不要因为别人说的话 而改变自己 然后客户说 杨丽你在镜头前 最好不要抖腿啊 我说 好的 没问题 所以你知道 在场所有人里 我最佩服的 就是雨琪姐 对吧 无价之姐 不像我 正相反 评价老妹 这一季 脱口秀大会 不完以后 有一天 我收到一条评论 然后那个 微博评论 就是说 姐 我也觉得 男的真的好 可是为什么 我还是好想 和他们谈恋爱啊 我当时脑子里 就闪过一句话 就是 海内存知己 对啊 我觉得他听懂了 在这么多观众之间 他懂我 你知道吧 他从我那些 看似犀利的言语中 听出了我对男人 满满的爱 真的很多人就说 我在讨好女观众 我没有 我想讨好的 明明只有男观众啊 只不过没讨好 讨坏了 这可把我骂的 你就感觉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可恶的老巫婆 感觉他人生中 所有的苦难 都是由于 我说了一句 你为什么看起来 这么普通 却这么自信 就是 你们 难得也太能 讨好了吧 就我感觉 我说啥不对 我说你是个垃圾 你肯定是不乐意 对吧 但如果我说 你是个好人 你也觉得我在侮辱你 现在我说 你是个普通人 你也不高兴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见人 见智的事情 还有这种骂法吗 对不起我错了 我不应该这么说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昨天 我给杨本讲了 这个段子 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他听完以后 他说杨丽 你在挑战男人的底线 我听完以后 特别震惊 我说男人 还有底线呢 所以你们现在也知道 为什么我现在要赶紧挣钱 因为我这个性格 演艺生涯应该也不会长 我现在就得赶紧挣钱 我不能没钱 我将来不能受穷 因为我不想有一天 我老了走在街上 被人认出来 七老八十的人 你说你看 那就是说男的都是垃圾 那个他在捡垃圾 但我其实能理解 我就是 其实没有很多人嘛 我大家还都是很支持 我只有一少部分人 但我其实能理解 那些人为什么生气 因为他们觉得 脱口秀演员讲的 就是在反映自己的想法 但不是你知道吧 我只能反映观众的想法 真的 就是一个段子 之所以能效果好 这个原因 就是有共鸣 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要是吐槽 父母催婚效果很好 就说明大家确实觉得 父母催婚很烦 你要是向杨闷攻击甲方 效果很好 大家都觉得甲方 确实有点过分 所以当我说男的 垃圾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说明 大家觉得很痛快嘛 就说明在大家心目中啊 男的 可能 你知道吧 也许 maybe 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 这真的 不是我真实的想法 我真实的想法 不反而我今天就告诉你知道 我的生活就离不开男人 你知道吗 因为 因为我觉得如果 我就想一下 如果我的生活中 没有男人怎么办 我就会过上那种 平静又幸福的生活 你知道吗 那些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刺激一些 我觉得完美的生活 就是得受伤害你知道吧 完美的生活 就是你每周至少 有两天哭着 在床上醒来 剩下的两天 完全睡不着觉 剩下的三天 就是一天想弄死自己 一天想弄死对方 还要一天反复观看美剧 致命女人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 我在2020年 就是最重要的经历 和时刻给大家 就是去年 我在段子里也讲了 我生病了嘛 我去做了一个手术 然后我在摘除 那个子宫内膜吸肉的时候 做了一个 弓腔镜的手术 那个手术 是一个男医生 帮我做的 就是我一进那个手术室 我就吓坏了 因为那个医生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是说躺到床上去 就是整个过程 都特别专业 然后没有丝毫的尴尬 或者是不愉快 那一刻是我今年过的 感受最好的一刻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我第一次 你知道吧 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 然后我躺在那 然后我们两个心里 都非常坦然 就是没有任何杂念 就是他就是为了救我 我觉得 我已经不只是一个女人了 我就是一个人 就想活着 你知道吗 他也不想骂我 他就想救我 然后 在那个麻药上劲之前 我就听到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说我现在感觉自由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杨毕 周老板也紧张 谁不紧张呢 比赛不管比多少次都紧张 我现在这个稿子 85分到90分吧 只要有信心地讲出来 其实是OK的 那打败周老板 可能这个分数 可能还是不够的 我爸跟我说 他说他怎么就盯上你了呢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你加油 爸给我发了三个这个表情 忽兰的优势 就是在于他观众基础好吗 忽兰拿出了所有考骄的存货 忽兰一定破釜沉重了 补方缓坏了 心平气和的赢就是最好的 大家好 我是忽兰 这一季比赛对我来说特别艰难 因为周期末就追着我炒CP 但是我又不想跟周期末炒CP 我只想跟王建国炒CP 你们知道吗 就我们脱口小演员 炒CP还有名字的 就这么几个破脱口小演员 炒CP还是有名字的 我之前跟庞博炒过CP 叫兰博基尼 我跟建国还有名字 叫建兰春 这季真的对我来说太难受了 就是我去年还留下了一些段子 去年我讲了一些什么金融理财的 还有很多朋友感谢我 说是因为这些段子 帮他们家里脱离了金融的苦海 今年年初还有朋友发我私信 说他爸爸今年年初想炒原油 就把我的视频给他爸看了之后 他爸就不炒了 我看完之后心里就很复杂 因为我自己买了原油 我买原油真的不是为了什么 写段子体验生活 我就是想抄底 我的几个高材生朋友 真的是研究什么国际形势 宏观经济研究了两周 说可以抄底原油 后来我说亏成这样 我说你们咋研究的 他们说他们在知乎上面研究的 我们七八个人吧 还拉了个群叫抄底小队 后来才知道那是自杀小队 最后面那个群变成了维权小队 就你们知道那一天 就油价低成复数的那一天 我们那个群里就整个就是兵荒马乱 就是所有人都在卖 没有任何的交易技巧 就是无他 为首快儿 我说你为首快儿 这好像在哪篇课文里面学过 我说就是写咱们的 是卖油翁 我当然知道这些不能碰了 咱们就是疫情期间闲的嘛 就有朋友说什么 我不想上班想待着 别 你就不知道你不上班待着得赔多少钱 如果你觉得生活困难 我教你们个方法 这是我最近想到的 你就把今年比如说高考试卷 书里话就拿出来 看一看 你也不能做一做 自己已经做不了 就看一看 你就告诉自己说 你还曾经会过这个玩意儿 另外你再想想 生活再难 客户老板再刁钻 怎么可能刁钻得过 一个光滑的小棒穿过磁场 又发热又发电 最后我问你功率是多少 真的真的别让自己闲下来 闲下来真的 我去年有段时间没工作 然后我就开始作 真的就 我去看展 你说那个现代艺术展 是我这种人能看得明白的吗 在看展的期间 我对着一个拖把足足欣赏了五分钟 还没欣赏完 一个阿姨过来把拖把拿走了 不知道谁放那儿 缺了大德了 看展玩还玩到什么腰酸背痛 然后我就说 那找个地方按摩吧 我去找按摩 我就会去找一个装修 还比较漂亮的店去按摩 进去之后我会问他 我说你这边都有什么项目啊 他大概率会毁有余 他说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你先按看这句话 就是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这句话就是倒倒绑架 你知道吗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就不能再走了 你先按看这个逻辑 不可能说 他说我们这边是正规按摩 我卡扭头就走了 对吧 我说巧了 我找到也是正规按摩了 但我没经验 他说你要找什么师傅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预约 但你要知道 你一旦说没有预约 他一定找一天都没伤过 这种力气最大的那一个 那个大哥就是横着出来的 我趴在那差点给我摁吐了 我说大哥你轻一点 他说你实习中给你摁完 你就舒服了 我说大哥好像摁完 你舒服了 最后摁太阳穴 特别使劲 大哥太阳穴就别这么使劲吧 他说你实习中 我说脑子里又没水的 我那一天第一次知道 为什么太阳穴就太阳穴 是因为那个大哥 给我使劲上完 我真的在这个两个地方 看见两个太阳 后来还没有灯啊 这个有点苛刻 这个太慌了 关键是越讲越慌 你没有灯 我真的还闲到什么地步 后来就是琢磨 疫情期间没事 我还减肥 看出来了吗 基本上差不多就失败了 对吧 我就特别喜欢 工匠这种 一个人要减肥 是需要周围朋友鼓励的 我特别喜欢 工匠这种 一见面就开始说胡话 哎呀你又瘦了 他说你哪瘦了 你瘦了 瘦了 我看在旁边 我坐在旁边 就特别想掏出来一个秤 秤什么秤 秤一秤 而且说实话 一个人决定开始减肥之后 最难受的不是这个人 是他家里的那个秤 反正我是 我一天得站上去扒边 我早上起来之后 我就站上去秤一秤 然后去上厕所 上完厕所过来再秤一秤 再算一算 我突然有一天翻人行 我说秤的不是体重啊 方块还是挺巧妙的 当代曹冲 而且真的减肥的时候 到半夜特别难受 饿得难受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喝一杯 难喝绵养奶 营养健康 成人也能喝 鼓抱鼓抱 赚钱不容易 这个经历经事 哎呦我的天 咱们不知道吗 就想叫外卖 就晚上饿想叫外卖 心理纠结 叫吧身体不健康 不叫吧心理不健康 躺在那都快舔那个床了 你知道 后来我去查历史 夜宵始于唐朝 人家很合理的吧 然后唐朝人以胖为美 唐朝人太厉害了 控制不了欲望就改变审美 这还不拍啊 这也不拍 这也不拍 我真的我就在想说 有一天我们再也都不笑你们了 真的别再尴尬 讲这些尴尬段子 对吧 我们就说 听头我修笑什么本事的吧 你憋着不笑才好 对吧 再做一段节目 笑不起来真好看 对吧 可能已经做出来了 对吧 真的你看我就是 经常有人说我喜欢工作 我不是喜欢工作 就是我没事的时候 你看我给你找的 自己的这些事 真的不靠谱 有的朋友说 哎呀你跟生活较劲 总保持一个姿态 你该向生活低头 你就向生活低头 你不行你再抬起来嘛 趁生活不须 你再低下 你再抬起来 我说大哥 你这好像不是 在向生活低头 你这是在向生活磕头啊 好 谢谢大家 回来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杭哥 大家好 虽然呢 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每次看到大家 笑得特别开心 我真的觉得 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我就是这么 跟我家人解释 我工作性质的 我说明白了吗 我家人明白明白了 开心 有意义啊 就没啥用呗 是吧 这就是他们评判 你工作的标准 就看你工作有没有用 啥意思啊 就看你这工作呀 能让多少亲戚朋友 接到官 这个叫有用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 到目前为止 我家工作最好的 是我三姨 她呢是在食堂工作的啊 就这么说吧 打我记事起啊 我们家就没开过火啊 吃的都是我三姨 从他们食堂 拿回来的东西 也不是硬拿 做太多 扔了 剩下扔了多浪费啊 对吧 我三姨是秉着 不能浪费食物的心情 就往家拿嘛 有时一趟拿不完 那就分两趟 我们家分完之后 给我老舅 我二姨分 我老舅二姨分完之后 给我老姑 二大爷分 我老姑二大爷分完之后 给谁分位 记不太清了 反正这么说吧 就但凡他们食堂东西 有点啥问题 那对于我们整个家族来讲 那都是灭门的风险啊 在我们家 吵架词都不一样 我妈跟我再生气 她再生气 她也从来不说 我把样子这么大 从来不说这话 但我生气我就敢说 那我吃你一厘米了嘛 东北人的家族意识 是很强的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就是像我家人 你家族意识强 相比之下 你与人相处的边界意识 就比较薄弱 我家人就不行 尤其是我妈 就东北大妈那劲 你知道吧 就说好听的是热情 但热情是啥 热情是邻里之间 创个门 我妈是把两架墙 给凿通了 你知道吗 她坐飞机 她就能直接问人空姐 那姨问你啊 你这来灰飞的 那有时间找对象吗 我说妈你凿墙就算了 那还凿人逞中墙 我妈不愿意的 那问他咋了 老痴 那你一月赚多少钱呢 没有吧 空姐真的很专业 很专业 但你能看出来 她是在敷衍我妈 没多少钱 就一万多块钱吧 然后我妈安慰人家 一万多块钱 行啊 你这还摆坐飞机呢 就是东北人骨子里 是有那种豪爽劲 对不对 那从喝酒上 就能看出来 对不对 东北人喜欢喝酒 因为冬天冷 喝酒暖身子 有着习惯 我属于家教很严的那种 所以从小 我爸就教育我 酒一定要喝完 我呀 是来上海这边 我才知道 啤酒是可以 一小口一小口喝的 你知道在我家那边 怎么喝啤酒吗 跟变魔术似的 满杯 这些颜色太灯美了 还有点五酒精酒的 五酒精酒 我这吓坏了 我酒店抢了 还有这系列啊 五酒精酒系列 我一时间无法接受 我还有王法不了啊 所以在上海喝酒 真的是毫无压力 毫无压力 如果你不想喝 你就直接说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早点走 然后在场的人 就真的不再 劝这个人喝酒了 你知道这个事情 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 他有多难以置信吗 他就无意于 打劫 那我没带钱呢 那不好意思啊 这挺好的 难以置信 因为在我们东北吧 也有这种情况 就来着去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得早点走啊 那快点喝吧 来 乖 喝到最后 你知道你今天 不可能早点走了 对吧 你今生倒是可以早点走了 东北人喜欢劝酒 有这恶习 咱不提倡 说这现象啊 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就在东北啊 这劝酒说那话的 多狠的多厉害啊 真不是真不是 我再普及一下 在东北 最高境界的一句 劝酒话 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啊 就是你 是不是不能喝了 就这么一句话 眼神啊 要威逼 整个语气当中 要有一种挑衅感啊 就你是不是不能喝了啊 这句话力量 各位 太强大 太强大 没有哪个东北人 受了这句话刺激 就东北人听完这句话 直接就炸了 咱就不说东北人 就长在东北的玉米 听完这句话 直接炸成爆米花 我跟你说啊 这句话力量 真的太强大了 但是这边人 不懂这层含义嘛 他们不懂这样 那天我也是喝嗨了 我就问 我说那你 是不是就不能喝了 哎呀 早就不能喝了 你都才问了 谢谢蓝耀人 就大家看得出来啊 我是徐志尚 真的就大家看得出来 我这个长相 就很符合 这个行业的要求了 就是无论台下的观众 在干什么 只要我上台 大家都会忍不住地 看我进 他们说 这个好笑啊 这个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确实经历了很多 我以为我永远 不会经历的事情 就比如说 前一段时间 我去参加了一个 直播带货活动 我当时自己 背着书包就去了 负责接待的人 也很热情 正在那儿跟我聊天 聊到最后 问我说 咱们的艺人 什么时候大 而且关键导演 在分配产品的 跟我说 说志尚啊 你今天负责的产品 就是卖面膜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导演 就我这个长相 你让我卖面 和卖膜都行 这就炸了 我天 但卖面膜 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而且确实 当我拿着面膜 出现在直播间的时候 看直播的观众 也很激动 就在那里疯狂地发弹幕 但我发现 没有一条弹幕 在讨论产品 全都是问号 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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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特别不解 只不解释 我就问导演 我说导演 你到底想通过 我这张脸 来表现这个面膜的 什么作用 副作用吗 刘老师 刘老师都笑成这样了 还不拍吗 真的 我有时候看到自己的长相 我在那儿想 我说这个长相 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 直到我开始脱发 就要熟灯了 要熟灯了 真的 就随着发际线越来越高 脸还越来越长 我就感觉 我的脸在给头发抢地盘 就跟大家说句实话 以前这些部分 都不是脸 就这个头发掉的牙齿 真给我长脸 就因为这个长相和这个发型 就很难让人相信 我是一个95年生的人 真的 你们的反应刺痛了我 我今年刚刚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发现 我这个长相 却总让人感觉 我过得很悲惨 就前一段时间 我去我们楼下便利店 买牙刷 我正在那儿挑了 突然老板凑过来说 这个最便宜 我发现没有机会了 自生自能 最高兴的是何光 真的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 我就心想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结果他以为我还在纠结 说真的没有比这个再便宜了 这个长相可能 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事 就是真的会有人来安慰我 经常会有朋友看着看着我 说 子生啊 没事 没事 你自己啊 想开点 就经常安慰得我 手足无措 因为没有人安慰我的时候 我也不自卑 但大家一安慰我 我就感觉 不自卑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意识到 自己长相的严重性 但我就认为啊 人的长相肯定都是平等的 只是长得不同而已 但是你会发现 有些人就喜欢 对别人的长相指指点点 经常我就认为啊 谁也没资格评价 别人的长相 因为这个世界上 就不存在绝对的美 也不存在绝对的丑 但上次说到这里 一个朋友打断我说 你这个话说得有点绝对啊 太猛了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脱口秀 因为脱口秀的观众 看到我这个长相 就是很开心地笑 有一次我去演出 上台之后一句话没说 全场报销了五分钟 就在那五分钟里 我就明白了 什么叫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我想着 这毕竟是个语言艺术呀 我就给大家说 大家能不能静下来 听听我的内容 但你听说 我的天口音也这么好笑 好吧 掌声点下来 大家 好 好